第七场也是倒数第二场 大家非常期待 因为今天的唯一一位外籍选手 是来自俄罗斯的轰炸机摔跤高手 加利 你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家里 这次的MMI比赛 说多了也没用 放上再看吧 没有废话 没有废话就是轰炸来自俄罗斯 巴默克斯坦的全国冠军 其俄罗斯国家人青年队的学校队成员 他的对手来自东北 我是周玉磊 我来自黑洋地方的哈尔滨 这次来到北京 希望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这是孙空雷的老乡 来自哈尔滨的东北湖 周玉磊 全军三大比赛冠军 西安中级大赛冠军 有风至远方来 所以有请 在俄罗斯的家里 率先登场 这就是原来轰炸的 和俄罗斯的家里 家里先高1.81 体重70公斤 最强的小话 国里非常从容 非常自然地走向了 战事的舞台 环步走向了那台 给他掌声刺激一些 我们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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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brother 到这种视频 浅乐 着远来 灭 厅 刺激 都没人的 掌声 指定 自然 我 我是来个接音的 所以这个选辩 天佑26岁 身高米73 体重70公斤 一对手相差8公分的身高 今天这只东非虎老虎江 家里这个轰炸机横空拦截呢 那么我们期待着东北虎的来临 赵玉磊 有请场上参与员 身体王三大王 赵子龙 抨愫 孟为虎阿鹅铺持 一声地铺到了护炸机 但是俄罗斯轰炸机名不惜船 它的地面控制技术 在这天生的交劲 欧洲勇士的勇气 所以目前还控制在 轰炸机的体面上面 但是轰炸机也名不惜船 不断地实施反击 但是俄罗斯轰炸机在地面纠缠 对于惯于使用欧洲睡觉方法的家里来说 这并不是太难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使用这个地面打击技术 这样你不断地实施反抗 停 停 听裁判员口令 周围的朋友请让一下 周围的朋友 看 周围的也遭到轰炸机的组合拳的连续轰炸 再一次被扑倒在地 轰炸机想使用狂轰按照 損在地面 首先他使用组合拳地面打击技术 但你没有有效打击 对于死亡 闻连线 好 请裁判长宣布本场比赛结果 红防上 红防下来获胜 东北虎虽然汹涌 但并已经面对的是胡辽机 好 二人陪 我们有请 北瑞克斯中国区经理江松先生 中国三大名将 MMA中国四大金刚之一 戴双海为二位颁奖 掌声送给胡辽地 也送给我们的东北虎 冠军是唯一的 英雄绝不是唯一 谢谢 Cath人 黄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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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